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用了一个话 把你留在身旁 圆呀圆 轻轻一生时光 谁是白月光 我伴着天亮 留下你 用尽百计千发 是我说了谎 任爱一档起回肠 却唯独不敢对你生长 只让我独自拼着没有你的时光 我不值 不值得被原谅 只让我独自拼着没有你的时光 刘成都走完了 别发呆了 今天本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的 可是因为景莫翰 本王不得不这么做 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补偿我俩的 没关系 这里面不是还有马英雄吗 你不怪我 我不怪你 这事咱们扯平了 不过你的那个弟弟 倒是挺能折腾的 他呀 也算是本王的一桩心病 不知你可否愿意听本王讲讲 嗯 景莫翰 他是我异母同胞 唯一的弟弟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嬉戏 可是在我成为王之后 他却处处针对我 甚至 甚至 还发动了政变 看来你知道了 我只是乱猜的 那想必你也猜到 我将他幽闭了五年 我本来想 他可以改过自新 可是没想到 他现在却对我郁家的极恨 所以 这次他的计划 你是知道的 他大婚之前来找过我 当时我和他在争吵中 他无意间扯下了我的面罩 虽然他答应我保守秘密 但是我太了解他了 他是不会这样善罢甘休的 那你当年为何不将他处死 或者是终身监禁 像这种谋权篡位的事 可是死罪 他毕竟是我亲弟弟 而且我答应过我母后 要好好照顾他 那这么说 你也不会怪罪于马英雄了 他不过是受他蛊惑 你也不会怪罪于马英雄了 你会怪罪于马英雄了 你也不会怪罪于马英雄 你也不会怪罪于马英雄了 我一定会怪罪于马英雄了 我一定会将他平安地送回去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特别特别好奇 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你说 就是你们化兽族大王 从来不在族人面前 展现自己的真实面容 是不是因为 你们每一任的大王都是 是不是都像我一样 容貌有益 这只是个传统 你就当 我是比较独特的一个 那你们化兽族的 传统可真多啊 今天是第二次 我能这样静静地和你说话 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你答应我跟我成婚 向我提出三月之期那次 你记性可真好 每次和你的相处 我都会记得很清楚 时候不早了 我该回我的寝宫睡觉了 我先走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我们可是月法三章打啊 我们今天洞房 你至少也要做做样子 等熬到天亮再说吧 好 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就不会失言 我们做做样子 对我们俩都好 坐 你去床上 那你睡哪儿 本王 要去看书 我今晚是不得已 才在你寝宫里睡的 我是不会睡的 你也别过来啊 好 都依你 好 都依你 不能睡 不能睡起吧 不能睡 不能睡起吧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詞曲 李宗盛 答是我的挣扎 若我也能够 和你肩便肩到黑夜尽头 若我能够说出口 想和你一起不知百知 耶 我 还算是个正人 是个正人 李雄参见王妃 你倒是挺勤快 一大早就来伺候 大王命属下 前来接王妃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 王妃刚刚大婚 自己回去 怕是不太好 我要跟葵木郎商量满英雄的事 这个王妃不用担心 大王一走便去找长老商量 从轻发落 王妃新婚快乐 恭喜王妃 贺喜王妃 祝王妃和大王 新婚快乐 百年好合 谢了 谢了 王妃 王妃 出大事了 您快跟我去看看吧 发生什么事了 快来看就知道了 请点啊 这些都是易碎品 祝大王与王妃新婚快乐 您 是 问王妃王死安 安 齐长老 这些是 这些都是各公院的新义 是送给您跟大王的新婚贺礼 鸿修 快去把那些山深雪帘什么的都打开 给王妃顿上 是 江老 其实不用了 王寺为重 更何况马英雄之前 殿上挟持王妍 威胁大 呦 喝 上面还有什么 都给我顿上 马英雄虽然殿上失忆 但是我们已经查清楚 是受景慕憨所蛊惑 对 没错 这马英雄哪儿哪儿都好 真是脑子有点不太好事 但是 此次马英雄过于嚣张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那 他不会还要继续被关在牢里吧 王妃放心 大王已经替他求过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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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需要种一百棵树 现在 他需要种三百棵树 只要完成任务 他便功德圆满 可以回去了 太好了 休要乱动 是 小心王寺 好 那就 谢谢七长老了 熊嬷嬷 在 王妃 马英雄的事情就这样了 不过 鉴于王妃最近几次行为 过于顽皮 我决定 以后由熊嬷嬷来照亮你 还望王妃以后要自重啊 七长老 其实 大可不必啊 当然有必要 有熊嬷嬷替我照顾我 我才能放心呢 这日月精华虽然好 但也不宜吸收过多 以后 但凡王妃行动过于频繁 就要提醒王妃 注意休息 七长老 那个其实真的不需要 我不需要别人帮我了 我呀 王妃 不宜过度动作 嬷嬷好大的力气 难怪叫熊嬷嬷 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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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该吃饭了 我不吃 王妃 您多少吃一点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本来就只差一步就能成功了 奎木狼为什么每次都能动袭我的动作 难道他真的比我聪明 王妃 王妃 您犯了这么大的事 大王妃只是罚您在井公司过 已经很仁慈了 哎呀 反正咱们现在也出不去嘛 您就 先休息休息 谁说的 奎木狼他休想关注我 现在通往宫外的密道被封了 虽然想得可以再为您挖一条 但是 不行 同样的方法怎么能用第二次呢 那王妃怎么办 难不成 王妃要一直被困在这里啊 别忘了 我还有鲁长老呢 就连奎木狼都要忌惮长老怨三分 对 从小鲁长老最疼您了 他一定会帮您的 严木 让我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鲁长老最大的缺点 就是心太弱了 是 呼吸 伸展 好 好 坚持住 好 平衡 好 平衡 好 呼吸啊 对 对 稳住 好 伸展 保持平衡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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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熊嬷嬷 能不能歇会儿 王妃 坚持住 只有强壮和柔韧的体魄 才能更方便生产呢 来 我们继续抬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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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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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 你慢点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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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吐了 王妃 该喝补药了 我现在喝不下 我要见大王 大王政务繁忙 王妃安心养胎就好了 我有事要找她 有特别重要的事 这天底下 有什么事 比王寺更重要啊 有啊 那就是 我和大王的感情 你说 这要是父母不和睦 这孩子 能幸福吗 对吧 红兽啊 你帮我去约一下大王 让他在御花园等我 是啊 葵牧 你也要老是 很可爱 你能不能帮我跟王 帮我跟七长老说一声 把这个熊嬷嬷给撤走吧 我实在是消受不起 熊嬷嬷 是七长老的人 这事儿 本王也不太好开口啊 你不是说了 什么事情都医着我 顺着我的忙 真连小事都不帮我 你就认认 毕竟 之前的大殿上 可是你自己亲口承认怀孕的 不行 我得找个正经的借口 换我自由 不然我每次都被那个熊摸摸 摁在宫里面 我都快长毛了 那王妃 想找什么借口 对了 软金散的事情 是不是还没有进展 要不要 本公主帮你们破肝啊 王妃的意思是 让本王邀请你一起查案 来给你借口自由活动 说是借口多难听 我那时真查 求求我 王 小嬷嬷 大王 本王要奇葩协助我调查 软金散一事 如果以后 奇葩要因为查案 而外出的话 熊嬷嬷就不必跟着了 大王 这 奇长老那边 有本王在 是 老奴遵旨 大王 新宁 王妃也不赖 我们今天就开始办案 走 去前面那个亭子 走呀 之前也看过这个瓶子 倒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这么一来可就简单多了 你看 竟然把软字写成了眼 引尖伞 看来这个刺客的文化水平 也就那样 我在想 这个刺客几次三番地 想要混入宫中 这次又失败了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如果他还在宫中的话 那我可以通过自己 把他抓住了 我当时还以为 光靠自己 比较难抓人 不过现在看来 可是大大降低了难度 好啊 那本王 现在安排下去 好 臣必感恩戴德 执鞭坠 不忘今日之恩 锦目憨 二位长老啊 您听听 这憨憨的毁过书 写得是如此感人哪 他可是真心毁过 锦目憨 你多次一下犯上也就算了 如今都闹到大王的婚宴上 你可知罪 是马英雄挟持的我 胡说 马英雄都交代了 若不是当日 你自己主动送上门 怎会落得如此田地 老齐呀 凯凯的跪了这么久了 真的很让人心疼啊 他只不过 只不过是 调皮了一下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和自己的王兄 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玩笑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其实 我只不过是不想让自己的哥哥成婚罢了 你胡说什么呀你 你们听听 听听这个逆子在胡说什么 因为我想让我王兄跟我永远在一起 从小他都是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都跟我分享 如今他坐上了王位 就开始对我冷漠 忙于政务 眼下又多了个王妃 王兄更是懒得多看我一眼 多感人的兄弟情啊 要不然你就饶了他吧 是啊 齐一长老 你就饶了他吧 但凡想伤我王寺者 我都不会轻饶 可是 韩寒在禁地关了这么久了 受了很多苦 我真的很心疼啊 要是再关下去 他怎么能受得了啊 与其关禁闭 倒不如留在长老院 让他每日抄写经文 洗涤心灵 我也像小时候一样管教他 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各位长老 我愿意日日陪伴鲁长老 我再也不想回到我那个 苦苦冰冷的清宫了 是啊 那就依鲁长老所言吧 不过景慕寒你听好了 希望这次你是真心悔改 不然的话绝不轻饶 多谢三位长老 大家听好了 为了祝福王妃和大王大婚 也为了祝福王寺 大王决定在宫中 组织一场活动 你们每个人 写一句祝福的话语 附上自己的名字交给我 丽世 我们都是粗人 也没上过学 王妃不会笑话我们吧 无妨 好坏都是心意嘛 昊队长 春儿 宫里正在征集大家对大王和王妃的祝福 你们俩也各写一句祝福语吧 嗯 马将军 你能不能教我几句吉祥话呀 我没念过什么书 也不知道该写点什么 马将军 你这么厉害 肯定文武双全 你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吗 什么路啊 通往你心里的路 这句话 好甜蜜啊 你说喜欢 我还会说 我今天种地了 种什么地 对你的死心塌地 我今天吃面了 什么面 想见你一面 我 我今天运动了 什么动 对你的每一次心动 你真的好有温彩啊 你真的好有温彩啊 王妃 你来干什么 大王让我来送祝福的纸条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是 这个是工作 还请王妃勉强配合 好 除了工作以外 我不会跟你说一句闲话 怎么都是错别字了 这写的这是 孙草蛋 王妃 请注意文明啊 是他们写的不文明啊 你又怎么知道草蛋不文明了 这草和蛋 都是日常粗鄙俗贱之物 南登大雅之堂 就是不文明 多生孩子春啊 忠肝义胆 血剑当场 马英雄 这个马英雄 有病吧 拒绝 祝福 蝴蝶 这字倒是没写错 就是丑了点 看来王妃 写字应该挺不错的 我跟你很熟吗 不要跟我瞎聊 是 王妃还是赶紧检查笔记吧 这还查什么查啊 这些人 都快成目不识丁了 这些人 这些人 都快成目不识丁了 这些人 这些人都快成目不识丁了 你不会 也不识字吧 我倒是自幼读书 宫中有许多文官也识文断字 只不过 这宫中的很多侍卫 宫女 太监 没想到他们竟然会如此 你读书啊 说明你尚进 但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 不一定是选择了愚昧 不过还是奎穆郎这个大王 做得不够称职 居然连义务教育 都没有办法给子民提供 什么 什么务教育 多生孩子 春儿 喝锦木酣 这个锦木酣 居然还敢跟我喝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知道 本公主的厉害 喝人止 人恒喝止 王妃请息怒 那 现在可有发现什么线索吗 没有 凭这些文化水平 能把软金伞 写成引金伞的人 已经算是高级的 文 文化人了 这要恭喜你们大王 获得了一些 一些善良的文盲 我得布置下去 尽快让所有人都识文断字 不能让齐帕觉得 本王不称职 王妃 王妃 到时辰该休息了 我本来想通过去查案 获得一些自由 看来没信 你回去告诉奎姆朗 线索断了 他自己看着办吧 是 我看哪 他应该是真心悔过 是啊 小韩韩真知道错了 要不此事就这样吧 没错 对 大王来了 参见大王 大王 小韩韩已经知道错了 您这当哥哥的 也应该懂得让着他点 让他在这里抄写经文 总比一个人 闷在屋子里强得多 我们定会严加管教 本王已经听柳军汇报过了 有鲁长老的管教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不知大王今日前来 所谓何事啊 马英雄 他今日接受惩罚 去种树了 本王听说 他今日十分努力 一个人就干了 正常人十天干的量 种满了三百棵树 本王认为 马英雄 他已有了改过自新的态度 毕竟 他也并非我化寿中人 那不如 就将他早日送回家乡 免得他留在这里 被人利用 再生事端 我也有了 那咱们就断了 他现在就算是 他有了 但是他就算是 这就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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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 那我们的身份 务赴民风不愿意走吗 当然不是 只不过 如果马将军 是想带王妃一起走的话 我劝你最好还是断了这个念头 我要再见公主一面 单独的 可以 我发现你这个侍卫 你怎么那么爱替你们大王做主啊 你这样很危险 你这叫以下犯上 我们大王很开明的 当然 我们也会跟他再做汇报 对啊 多谢 熊嬷嬷 轻点 我已经很轻了 公主啊 公主啊 公主 公 马英雄 马英雄 公主 这位是 这位是熊嬷嬷 这位是我娘家人 马英雄 我想跟马英雄聊一会儿 熊嬷嬷可以先退下了 老奴告退 公主 公主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公主啊 我这一走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春儿啊 公主啊 我不想走啊 我 好了好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出啊 哇 大丈夫 何患无期 若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啊 我不 我不活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爱情让我变成诗人 我不活了 我以身冒活给你看了 公主啊 你可闭嘴吧 我好不容易跟村儿的关系 才刚刚好一点 为什么让我现在就离开 为什么 我劝你现在立刻 给我起来安静一点 公主 那你跟村儿告白了没有 这 没有 那你还不快去 末将不敢 末将宁可拔箭自闻 也不愿被村儿姑娘拒绝 我看你啊 还真是得了我母后的真传呢 从心 怂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帮你想个办法 嗯 好啊 那我去跟奎木郎说 在你走之前举办一场沙滩友谊球赛 沙滩还能打球啊 那当然了 你想想 之前我母后还没有出游之前 不是老在宫中办球赛吗 那这和村儿有什么关系啊 哎呀 敢说你什么好呢 笨 你看啊 这运动能力强的男人 和聪明的男人 对于女人来说 都是非常有魅力的 像你这种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我们就扬长臂端 这个运动比赛最适合你啊 你能不能发挥特长 赢得春儿的芳心呢 就靠你自己了啊 这 可是 那春儿肯定 不会同意跟我回大夏啊 你要洒脱一点 这一滴练也是练哪 一滴练 也能练 当然啦 那公主 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大夏啊 还有 你腹中的孩子 哎呦 经过上次的失败啊 这个奎木狼 对我是加倍地谨慎提防 而且 我还答应人家 至少在这儿留三个月 三个月 嗯 哎 别着急嘛 既然这个奎木狼 能带着人来去自如 想必 这个大夏 和画兽之间 一定有连接的通道 你放心吧 马英雄 我们一定会在大夏相见的 还是别把 甲怀孕的事情告诉他了 万一又出什么幺蛾子 就完了 咱们没有必要 每晚都这么刻意地相见吧 毕竟我们现在已经结为夫妻 这表面功夫 还是得做好 好吧 刚才我问你的事 沙滩排球 本王应允 大王和王妃好般配啊 在这么浪漫的夜晚 能和喜欢的人 一起喝喝茶 聊聊天 真是好幸福啊 我是在说大王和王妃 不是在说我们两个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也和你一样 我也觉得他们 他们这样很好 可是这马英雄回到大夏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找出那个 一直想杀我的人 反正 我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这儿 与其在这儿坐以待毙 还不如主动出击 好 那你 那你怀孕的事情 走一步看一步呗 反正就算是日子到了 也生不出个什么鬼 你这言语啊 真是毫不忌讳 我有什么好机会的呢 王妃 你 还不打算原谅李兄啊 你很在乎他 毕竟是本王让他撒得慌 而且还是本王让他 到你身边去的 现在生李兄的气 就等同于生本王的气 放心吧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想 你是你 他是他 我困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皇兄 我累了 王妃 我们这么早就回去了 我困了 好 大王 你通知各宫 明天沙滩球赛 是 快到会儿 拿下 卡 托 李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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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